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3月21日 今天是星期日 希望大家 坐定在家裡聽節目 香港好像已經恢復了堂食 很多地方都解禁 聽說香港現在市面相當之旺 與此同時 不只是食肆旺 黑社會也旺 可能無視限聚令 又或是限聚令解禁 連黑社會也解禁 竟然吹大雞 曬馬 曬馬竟然變成了 這個 確診現場 這個真是相當之好笑 其實我很喜歡這個標題 黑幫曬馬慘變確診現場 就好像星期二特約 確診現場 好像想起上海匯豐銀行特約 交易現場 一樣 其實發生了甚麼事呢 繼續詳細說 希望大家星期日 星期日 多按幾下廣告 看多幾個廣告 按like 建設性留言 支持六部曲 經濟能力許可的朋友 希望 能夠付費贊助我們的節目 能夠支付月費 又或是訂閱我們的Patreon 甚至乎兩件事都一起做 再加上支持六部曲 繼續支持黃色媒體 繼續跟大家說回這個新聞 新聞不單止 關黑社會曬馬事 曬馬完之後 還有下文 就是連警察也糟糕 到底發生了甚麼事呢 跟大家說一下 原來就在 19號 晚上8點多左右 這個里原門三家村 大家都可能熟悉了 逢是去里原門預備吃海鮮 就會看到這個三家村的牌坊 一個 很張揚的地方 竟然在這個晚上8點多的時候 一大群 黑漢 黑社會中人竟然在這裏集結 似乎就是所謂吹雞馬 可能展開一場打鬥 警察 於是 接到這個線報 派了大量的軍裝警員 到場阻止這個黑社會 在這個 里原門三家村外 預備互相撕殺 結果就是到場 鎮壓了 鎮壓了這群黑社會 當場抓了17人 現在就是黑社會 不夠香港警察惡 如果以武裝團體來說 雖然黑社會傳統上就是壞份子 好像香港人 全世界人都很怕這個黑幫 但是到了時而世逸 到了2019年 2020年 發言香港人 其實 抗爭者其實一點也不怕這個黑社會 因為如果以武力劃分 其實黑社會的戰鬥力也不是很強 警察之所以強 最主要就是來自裝備 另一方面當然就是來自人數 警察有3萬人 就算香港最大的黑幫 其實就應該吹盡 也不可能同一時間 會有3000人出現 但是裝備和人數 黑社會大幅度落後香港警察 所以當然黑社會當然是不夠警察惡 所以 黑社會曬馬吹雞 瞬間就被警察大包圍 當場抓了17個人 誰知道整件事就有下文 當抓完17個人的時候 竟然發現 其中一個被捕的男子 一個藍牙人 抓完他之後就說他 覺得不舒服 其實抓人是抓完人 每個被告人都說自己不舒服 每個都說要看醫生 其中有警察發現情況有些不對勁 他那些不舒服似乎不是假裝 他的樣子 好像是糟糕 懷疑這個藍牙男子 就是感染了武漢肺炎 警察也很聰明 知道這個不是玩樂 可能真的是確診 於是就把這個藍牙的男子 送去醫院做檢測 只能夠用恭喜來形容 一測就發現他對這個武漢肺炎 就是呈現陽性反應 據報這班黑社會就是新義安的人 這個時候警察就發現了什麼 他們現在就是 缺乏防疫裝備 正確來說他們不是缺乏裝備 是缺乏防疫意識 因為這班警察 大家記不記得 最近警察做的事情 最主要就是搞什麼 突擊封區 那些突擊封區 大家看回統計數字 非常嚇人 每次封區 做檢測千多人 每次都近乎是零確診 真的搞了一個小區清零出來 逢封邊區 逢那區就是確診 數字是零了 竟然就是真的有一次執法行動 對準黑社會的時候 竟然就變成了確診現場 這個世界也不要說是不邪門 封邊區也找不到確診者 出來制止打鬥黑社會 竟然就變成了 當場確診 原來是 26歲的 南亞男子 又是來自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開始中招了 巴基斯坦 瑞男子 送了去聯合醫院 另外那16個就帶了回去觀塘 一測就測到 巴基斯坦男子確診武漢肺炎 警察就糟了 原來可能是 制止黑社會的時候 又跟黑社會攬頭攬頸 所以大家留意一下 15個警察 是跟黑社會有親密接觸 不是緊密接觸 因為他們 是親密人士 攬頭攬頸 這個是 警察最喜歡跟黑社會做的事情 有時真的不得不講句 天網恢恢 疏不漏 警察以為出來執法 變成了 當場確診 結果最少有 15個親密接觸的警員 需要做檢測 也需要安排他們在隔離 到底李渔門三家村搞甚麼呢 其實大家可以想像到 那麼多人衝進李渔門 當然是跟李渔門 有關係啦 李渔門有甚麼利益衝突呢 其實就是 真的賣海鮮 原來據報就是這班被捕人士來自新義安 進去李渔門 真的要爭奪 這個李渔門的海鮮生意 再一次看到香港就是沒有了示威之後 竟然黑社會 就是 有恥無恐 又在吹大雞搞事 可以看到 香港的示威活動 抗爭者 香港人竟然 原來是黑社會的天敵 實際上所謂的黑幫分子 多次跟香港人交手 都是沒有好結果 這節 就跟大家說到這裏 短一點 拜拜